我每一次要到内地去工作的时候 他都会写一张条子 祝宝贝这次去大陆录影 能够大成功大胜利 帮我打气加油这样子 这方面我倒很感动 资深艺人董志诚 日前接受苹果专访 讲到宝贝儿子 对他每次赴中国工作时 给予的打气鼓励 感动在心 难以言喻 但日前他挥别主持12年的 综艺大集合主持工作 赴中国拍戏掏金 没想到这半年在中国十分辛苦 因为制作单位只是个 与音乐有关的单位 对戏剧根本没有任何门路 一开始只带他四处吃喝玩乐 工作一个也没有坦承 最后他靠着自己力量接工作 但酬劳跟他想象有很大落差 只有五位数人民币 加上他没有经纪人帮忙 还不时会被杀架 但也只好配合 耳朵